想用沾满鲜血的手握拉克斯的手吗? 堕入黑暗吧 黄大河 大家好 我是雷门 众所期望Seed Freedom剧长版最后的预告片终于来了 还记得上一支预告片在发表之后 导演福田在推特抱怨预告片当中都没有他想要的画面 所以还会再做一个 没想到这次的预告片 情报量满满 拉克斯疑似遇到牛头人 黄一个孤单寂寞 还被boss嘴顿 搞得导演福田在推特上说这次放太多情报了吧 回归正题 今天要来聊聊这支最新的预告片内容 并且综合目前所有公开情报 来猜测剧长版的走向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一起讨论 还没订阅的朋友不要忘记订阅了 让我们开始吧 剧长版要出之前 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议题之一就是敌人的设定强度 黄大河已经设定是最强的调整者了 究竟有谁还能当对手 这次的预告片回答了这个问题 剧长版的新势力Foundation中的罗莉女王 正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根据阿斯兰所说 罗莉女王似乎是科学家 研究主题是制造超越调整者的种族 一个跳脱目前所有强度框架的新设定来了 超越调整者的调整者 所以应该叫做调整者二吗 并且在预告片中女王说了 孩子们迈向新的未来吧 除了罗莉女王以外的Foundation成员 应该都是被女王制造出来的新人类 是说这个罗莉女王的名字叫做阿乌拉 想搜寻她的资料 但出来的都是隔壁棚的阿乌拉 回归正题 预告片的一开始 拉克斯在思考要如何结束一切的战争 憎恨的连锁斩不断的世界 究竟如何才能够让战争结束呢 牛头人欧鲁飞一个煞气登场 说我们有能力结束这个战争 同时跟拉克斯来个超近距离接触 黄在旁边一脸安怨地看拉克斯被牛头人攻略 没想到黄也有这一天 牛人者人恒牛之 看黄的表情就知道 黄还没有发现一件重要的事 拉克斯现在已经双眼无神 明显已经被牛头人给征服了 还是其实是拉克斯暴中了 想当年拉克斯坐在战舰的C位暴中 战舰的回避率就上升了 撇开玩笑话 这段应该是在暗示欧鲁飞会催眠术 又牛头人又催眠术的 感觉此处必有本 欧鲁飞是阿乌拉的最高杰作 会使用催眠术也是合情合理的 回想一下第一个预告片的黄发男 当时议长是这样说的 当时以为是在讲黄 现在看来是在说欧鲁飞 回到预告片 黄一行人在进行武装介入的时候 黑色的神秘机体忽然接近 真飞鸟惊讶地说 这些家伙到底是 我想这边就是Foundation跟黄一行人的初次接触 Foundation展现了压倒性的实力 消灭黄一行人想介入的对象 这个画面顺带也公开了开不朽正义的就是真飞鸟 之后Foundation邀请黄一行人到他们的国家去做客 才有了之前预告片的敬礼画面 在那边真飞鸟被绿毛挑衅 自由杀手 Freedom Killer看起来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之前官方有公开过的台词 真飞鸟一气之下 跟Foundation的成员大打出手 但完全不是对手 军官学校的学霸真飞鸟也被新人类碾压 看来新人类是真的强 是说之前有一张迷音宣传海报当中 真飞鸟不知为何拿剑引起了热烈讨论 没想到本篇还真的拿剑 难道这个卡加利也是真的 回到预告片 阿斯兰神引了四个预告片 终于在最后回归 并且解密了敌人的底细 他的研究主题是超越调整者的种族 一句台词就让我们知道 这次的敌人都是超越现有框架的强度 黄看向类似宗教象征的实相说 人们并不期望这种世界 自然人跟调整者已经够乱了 再搞一个比调整者更强的第三种族 到底会变得多乱呢 之后的战斗中 分别看到不朽正义被打爆了 还有木被急坠的画面 木已经画不可能为可能好几次了 我完全不觉得他会因为这点程度就挂了 更该担心的是这位 看到生优是桑倒靶子就觉得有危险 再来是黄跟欧陆飞半夜独自会面的片段 原本以为黄要跟欧陆飞说 住手吧 认真打架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没想到却被欧陆飞来个精神攻击加上催眠术 你想用沾满鲜血的手握拉克斯的手吗 堕入黑暗把黄大河 黄被催眠之后的眼神 看来都是用红眼来表现 在之前的PV中也有出现过红眼的黄 之后在战斗中 镇阳自由不敌新人类被打爆 但不用担心 更糟的状况都遇过 当年做核能机被大剑贯穿最后全身爆炸 也只是脸上胶布一贴就能治好 现在看到镇阳自由爆炸 我反而觉得应该要高兴 这样才有机会在最后看到全新的后继机中 希望是攻击自由系列的强化版 最后根据目前公开的所有资料 来简单猜测跟整理一下剧场版的剧情走向 首先剧场版的开场 拉克斯成立Compass在各处武装介入 但发现这样的做法没有办法根据战争 之后Foundation兴起 跟黄他们接触之后一起介入战争 Foundation展现压倒性的强大实力 让黄一行人感到疑惑 Foundation想要拉拢拉克斯 所以必须先分化黄一行人 阿乌拉派手下 利用催眠术控制拉克斯 让拉克斯做出偏离理念的决策 拉克斯是万民拥戴 只要控制了拉克斯就等于掌握正义的一方 做什么事情都大以名分 相较之下其他Compass的王牌驾驶员只是战士 战士们独自行动反抗根本不成气候 全员都被碾压 当全员机体被打爆 原本以为已经没有希望之时 神隐许久的阿兹兰终于回归战场 帮助黄解除洗脑 并且揭发对方的底细跟阴谋 之后拿着偷造的最强新机体 黄阿兹兰真飞鸟三大男神一起打败牛头人 赢回拉克斯 我猜阿乌拉格议长的命运计划肯定也是有所关联的 打败牛头人的同时顺便结了议长的支线 以上是剧情大方向的猜测 既然福田说了Seed Freedom是暗于被爱的故事 我想那种细节的感情描写应该会非常丰富 或许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单纯 不管如何这样的展开难以想象一级能够收尾 感觉如果销量不错还会有续作 顺带一提 预告片中的这个照片墙 可以看到黄一脸害羞 将拉克斯介绍给收养的父母的样子 黄看起来就是那种 牛头人漫画中常常出现的阴沉角色 想当初最开始 黄还是负责当牛头人的 还有这个拉克斯骑重机的照片也太可爱了 希望之后会有高清版本 是说这台重机被眼间的网友认出是本田的RJWK11 看来拉克斯也收了本田不少钱在工商 以上就是这次的Seed Freedom剧场版预告片的考察 剧场版就快要公开了 之后若是有新情报 还是会马上出片跟大家讨论 官方之后还会发售一本黄大河的设定集 完结20年的作品还能出主角的设定集 Seed真的是跨时代的作品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 对于剧场版 我感觉还是有不少疑问 卡加利跟美玲到底在干嘛 Seed的世界观到底怎样才会和平 以长的命运计划跟安乌拉他们要怎么做连结呢 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我是雷门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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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量 他也不认为是 让大家联系统 本来的小看 你是什么都不是 还是订阅 字幕不吝点